這次我剛剛講的我非常驚訝的是 民眾黨三個所謂的參加區域立委 我都覺得是炮灰 可是這三個人 其實選起來都非常的漂亮 剛剛講到蔡壁如 蔡壁如現在跟蔡其昌差不到一萬票 蔡壁如現在跟蔡其昌大概差距六千票 換言之他所講的兩個百分點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真的 因為他們兩個雙邊大概就是五萬六萬 然後差距只有六千 所以真的是在一到兩個百分點之內 但是突顯出一個狀況 就是說藍白河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也有戰勝民進黨的可能性 蔡壁如跟李友宜跟我們講的 合作這三個選區裡面用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賴香檸 證明了這件事情是可行的 就是說你國民黨跟民眾黨 如果願意整合在一起 即便民進黨的對手再強 蔡其昌已經是一個在海線 稱霸上一屆百分之六十六 六十六各位三分之二 都有辦法翻到現在 只有一到兩個百分點 所以你只要合作雙邊是有可能性的嘛 所以可惡在這邊這邊大家不禁從 蔡壁如 從李友宜 從我們講的賴香檸 這三個選區反觀一個人叫做柯文哲 那大家回推到馬上跳回到 11月15號那個時候時空嘛 那個時候國民黨跟民眾黨 有沒有戰勝賴清的可能性 你現在看一看賴清的選票 百分之三十九還沒過四成耶 所以代表六成的選民要下架民進黨的決心是很強的 所以11月15號那是柯文哲第一次機會 他有沒有掌握 沒有嘛 他錯過了嘛 開始在爭老大 這個誰贈誰負 他一路拖到了24號 他還是有第二次機會 為什麼 因為現在侯友宜跟賴清的差距 大概只有六個百分點嘛 而這六個百分點各位 最可惡是什麼 民調其實都沒有錯誤 包括每一條電子報在最後面做的最後一刻 柯文哲的民調大概就是預估他大概350萬票 他380萬票 但你說現在柯文哲多出來三到五個百分點 那你知道這為什麼嗎 因為他說謊 他用說謊吹得很棒嘛 他用說謊把自己民調碰轟 每一個 柯文哲你不要覺得開玩笑 因為我這個年齡層你知道 我是柯粉最堅強的年齡層 三十到三十九歲 對 那你知道我身邊的每一個柯粉都在講什麼 我跟你講柯粉 柯文哲六百萬票 也贏了 六百萬 他不是跟你講會贏 每個都在講六百萬 我不知道這個數是哪來的 但顯然是黨中央刻意在操作嘛 好 但這個問題大家會反思一件事情 你黃三三過去已經曾經騙過台北市民最後一次 到選前前 所以啊 他在台北市店後啊 你在前一天都還在 所以他叫黃三三 兩個三啊 對 那你現在也把柯文哲 變成自己的2.0嘛 把柯文哲拖下水嘛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好了 柯文哲連續有兩次機會知道 這些年輕的支持者 喜歡他的支持者 期盼的是政黨倫敵 期盼的是下架民進黨 而自己沒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他為什麼還要把自己吹到緊繃 他把自己吹到緊繃的狀況 就是要保送賴心得嘛 而保送賴心得的結果 對他來講才有利 為什麼 因為他要保持著跟民進黨 合作的空間有可能嘛 所以我說他 還要跟民進黨合作 當然他現在立法院席次 他有兩條路可以走嘛 他今天除了說跟國民黨加在一起過半之外 他跟民進黨加一起會不會過半 只是柯文哲國際記者會上 對著160幾家國際媒體講的話 他說我跟你講 我只是用議題去合作啦 我跟你講沒有什麼藍綠之間的問題啦 我就是保持說這個合作的空間 你知道嗎 我看議題 他看議題 所以代表你要跟民進黨去合作 所以當你把國民黨拖垮的時候 讓自己因為可以在兩黨之間猶疑 然後獲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獲取最大的可能 不管是勝負院長或者是未來的法案 但我問一件事情 這是你許給選民的承諾嗎 你許給這些年輕人的承諾 不就是要六百萬票 不就是要淘汰藍綠 結果最後面你最有可能是變了什麼 變成賴清德的小弟 變成新潮的附庸 這是把國家還給人民嗎 好 玉鳳 你的好朋友 戰狼小姐姐陳志涵說 我們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墊底 一個關鍵 我被藍綠瓜分了啦 對 其實我昨天 下了我們關鍵時刻的節目之後 特地去了中正義分局 我長期在附近跑新聞 每一次大選的時候 昨天不是說克文哲的場子很熱 很可怕 整個溢出來嗎 整個拉斯卡線都要跑出來了嗎 其實你去現場看 你真的到最後選前之夜 你那個地方沒有塞滿也很奇怪 但是會不會當選 因為他們現在拚的是600萬 650萬票會不會當選 你要去哪邊觀察 你到昨天 我昨天到哪裡 到中正一分局 如果會當選的那一組候選人 你在凱道辦最後的肇事晚會的話 那個人潮是會溢到這邊來的 是會溢到中正一分局 要進行交管的 可是昨天那個地方 車流順暢 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完全不需要交管 所以昨天那個場子雖然很熱 但是你想想看 它是一個有240萬票 現在來講開到240萬票嘛 你在那個現場要把人擠滿 我覺得一點難處都沒有 但是跟大家爆料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旁邊的人 會一直講說他們會選得上 他們真的有一份民調 他們是真的有一份民調的 真的會贏的民調 對 那份民調 誰做的 董事長知道是誰做的嘛 對 然後他們那份 求真是吧 不不不 不知道誰 對 反正他們這邊真的有數字的 然後那份數字 除了就是他們的YouTuber裡面 然後還有他們的這個支持者之外呢 甚至有人拿這份這個數字 去跟一些企業家講 會抓喔 會抓喔 這是會抓的喔 所以 所以很多人回頭 回頭問說 一鳳 那個數字可不可能 然後呢 再從那個數字 要推估出了一個票數 我說我沒看過那個完整版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會喊出這個數字600萬 因為他們確實是有一份資料 而那份資料呢 除了讓柯文哲相信自己會當選 或者是他用那份民調 讓他的支持者相信他會當選 其實台灣很多的企業家 也在擔心那份民調 那個數字會不會真的讓他當選 所以很多的企業家到最後面 其實是真的很糾結 所以募款到最後一秒鐘 59分 到59分 11點59分 11點59分 那那個除了他的割小草以外 出過盲腸 除了割小草以外 大的 也是在處理 所以那個數字是真的有出來 因為 剛才講道道 今天最讓我亮眼的 因為我開始在講蔡平友的時候 大家不笑 可是我真的覺得 那個蔡平友的味道不對 也可以看到 當然蔡其昌剛剛說他宣布自行當選 可是對台中來講 那真的是一個 真的讓人家跌破眼鏡的選舉嗎 對 沒錯 因為蔡其昌在當地經營是非常久的 而且你知道 他其實擔任立委也 時間也是非常久 而且當地的這個 最主要台中有所謂的心系 大家也知道 他也是屬於心系的一個最重要的代表 如果他都輸的話怎麼辦呢 所以當然到最後為止 他當然感覺到非常的緊張 吃雞頭 對 開始站街頭 開始敗票 開始什麼 該做的都做了 結果你看到現在 票也是滿逼近的 也沒有說差非常多 所以其實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的確是個警訓 但是我要講的是什麼 柯文哲你把年輕人帶出來 你要怎麼把年輕人再帶回去 對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因為接下來這些 接下來的台灣的政治的局勢來講 看得非常清楚 撒喀都這個局面是出現了 但是問題是說 年輕人他未來的希望在哪裡 年輕人他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你柯文哲要不要給他交代 你不是只有說為了你的政黨 在進行所謂的募款 政治獻金 這個自己的本身利益而已 你要知道說 你把年輕人號召出來之後 你怎麼把年輕人收回去 而且把年輕人 他們未來跟理想在哪裡 你這個政黨該怎麼處理 因為畢竟來講你看 現在大概開了800多萬票出來了 然後大概已經差不多 我們講投票率來講的話 大概會1400多萬票左右 那現在已經將近是一半以上就出來了 這個格局大概已經定下來了 在區域立委部分 你現在民眾黨沒有 你頂多就是靠著你的部分區 我相信他絕對心裡有在想說 我怎麼接下來跟綠營再合作 他真的要跟綠營合作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他這個人本來就是變來變去的 不是嗎 他現在想的一定是說 我現在怎麼跟賴清德這邊 我就是這樣被他嚇到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他在政治上 我再講一條一點 我們以前學過政治學 或你對政治有一點熱情的話知道 馬克思韋伯講那句話 政治是一個置業 對 置業就是你要投身進去 你要把它當成一個你要奉獻 那不是你要在那邊撈好處的 這是一生懸命的概念 對 一生懸命 就是asperlouf 德文講的 這個作為一種置業asperlouf的概念 但你不是嘛 你不是你現在只是投機取巧的這種做法 你這個政黨能支撐多久 因為最近來講北京其實有在開一個會 他在講什麼東西 他說是不是柯文哲未來 這個政黨只要給他丟錢 或是給他做一個什麼樣的支持 這個政黨就可以活下去 我說不一定 你這個政黨還是要靠什麼 你的價值 你的未來的前景是什麼 你帶你的支持者群眾 該怎麼往哪個方向走才對 這個政黨才支撐了很久 如果不是的話你只是一人政黨 或是一兩個人政黨來講的話 這個政黨大概就是風光不見的時候 這個政黨就隱落下去 你看過往的新黨 然後後來這個親民黨 當然他們支撐了過往一段時間 但是到最後來講的話 還是畢竟泡沫化了嘛 時代力量也是一樣嘛 但你民眾黨接下來要活下去 你要靠什麼東西 要靠價值理念的 現在柯文哲沒有價值理念的情況之下 他該怎麼辦呢 所以這才是選後要處理的一個重要的問題